六萬國修正好的蘇生在一號是 提早來翻託二東街 好方向東特別是來準備到 將近200分的五百大餐 由於學生孩子來加菜 學生是大聲說 他們都吃到很滿足 其中也來安排到 六年級的學生手間 到一年級的學生 共同來協助他們用餐 用大手看小手的方式 不用只好好歡樂的氛圍 六萬國修一號上 提早翻託到二東街 後方在後方臺面辦桌 準備將近200分的五百 零碗茅 雞排和30排可以來挑選 小朋友難得是一起吃五百 大家是歡喜和笑笑笑 透過多東西增加到 修身之間的感情 我們帶學生出去比賽 然後因為學生練習非常辛苦 表現得非常優異 因此我招待他們到附近的牛排館 去用餐的時候 就發現我們的學生竟然不會拿刀叉 紛紛問說 刀叉應該怎麼用啊 所以想說 不如我們就趁著慶祝兒童節的機會 是不是讓我們學生能有這樣的生活體驗 因此我們在之前我們安排了 簡單的西餐禮儀課程 教導學生在哪一手應該拿刀子 哪一手應該拿叉子 剛才才做得很好 還穿著他們的牛排準備酒桌 羅萬國燒在年紀的小朋友 年紀小小想要大嘴吃到牛排 但是還需要六年紀的大哥哥來刀三天 有人刀切肉 有人刀刺嘴 讓學生餐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的溫暖 好吃 你吃什麼 刀牌 右手就拿刀 左手就拿叉子 要注意不要切到手 然後一次不要切太大塊 要用刀尖尖這裡切 幫他切雞排 讓他吃 切小塊一點 我們從今年度開始 我們學校推動了一個大手牽小手的計劃 那所謂的大手 就是我們六年級 快要畢業的這一群學生 小手就是我們一年級的新生 透過六年級 帶著一年級這樣子的傳承 照顧他們平常的一些生活 然後讓他們儘量融入這個大家庭 由年紀的學生來照顧年紀的小朋友 不用吃好好 住家庭的氣氛 你這次會用到吃牛排的方式 煩惰日董節 學生是吃得很麻糬 學鳳爺擁立著西餐利益的教育 讓瓦東警告有意義 聲音新聞 大家歡迎在家鄉 蔡鳳報道